大家好,这里是米米与米妈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魔法自动贩卖机 这是什么啊 放学回家的路上 我在家附近发现一台陌生的自动贩卖机 它的形状很普通,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上头涂了一道道红色黄色蓝色的条纹 闪闪发光的,好像一头镜硬币 就会掉出闪着彩虹光芒的宝石 里面卖什么啊,是果汁吗,还是冰棒 仔细一看,自动贩卖机的上方写着小小的一行字 你的朋友,我觉得好奇怪 我一进家门,边胡乱脱掉鞋子 边问妈妈说 妈,你知道那边那间药局的转角 有一台奇怪的自动贩卖机吗 是彩虹色的,上面还写着你的朋友 哦,有那种自动贩卖机吗 妈妈边收着床单,对我说的事好像不怎么关心 第二天一放学,我马上跑到自动贩卖机那儿 我昨天没注意到,这台贩卖机虽然有个按钮 下面还有个大大的取物口 却根本看不到它卖的东西 也没有投币口 我看遍它的两侧和后方 没有就是没有 到底是卖什么呢 嗯... 我背着书包,两手捧住脸颊,蹲在那儿想呀想 妈,那台自动贩卖机真的很奇怪耶 只有按钮和取物口,却看不到它卖的东西的样品 也没有投币口 嗯... 你要是那么好奇的话 下次就试着按按看咯 妈妈一边运衣服一边说着 不过,要是掉出奇怪的东西 那不就麻烦了 我打开国字练习本 把铅笔夹在鼻子和上嘴唇之间说 但是想弄清楚的事,就是想弄清楚 妈妈说过,只是站在远远的看 是永远弄不清楚的 好,就决定明天来按钮看看吧 我的身体里,一下子冒出了一股力量 今天是星期天 我匆匆忙的把早餐塞进嘴里 然后飞快的冲出家门 阳光照在自动贩卖机的正面 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 我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三四次 鼓起勇气按下按钮 我祈祷着不要掉出什么奇怪的东西来 贩卖机咔哒咔哒地晃动了起来 并且笼罩在彩虹的七色光芒中 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下方的取物口发出了声音 BIGGASSE 那不像机器发出来的声音 也不像音乐 简直像贩卖机里有个人在说话似的 还真的有点奇怪呢 贩卖机不再晃动 彩虹光芒也消失了 取物口里有个黑色的东西 我想看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于是弯下腰,把脸凑近看 里面竟然有只独角仙 挺着大大的一只脚看着我 哦,独角仙?是玩具吗? 这台贩卖机是卖昆虫的吗? 我用手指抵住独角仙的背部 将它转身过来 然后抓着它身体两侧拿起来 独角仙六只细细的脚 拼命地动啊,动 哦,是活的 妈,我按了那台自动贩卖机的按钮 结果跑出一只独角仙耶 我一进家门就跟妈妈报告 哦,那很好啊 顺平之前不是很想要独角仙吗? 妈妈马上就这么说 她正忙着刷浴缸 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啊,是这样没错啦 我正想这么说 却闭上了嘴巴 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台卖昆虫的贩卖机呢? 我回到房间后 一边拿着棒球往上丢 然后接住 再往上丢 再接住 一边想啊想 昆虫的贩卖机最好也像果汁的贩卖机 可以透过玻璃看到样品比较好 可是 会不会跟贩卖机上写的 你的朋友有关系呢? 我把棒球一丢 让他在地上滚啊滚 然后将带回来的独角仙放在桌上 用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戳着他屁股四周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搞清楚状况 第二天放学后 我急忙赶到贩卖机那儿 昨天晚上我一直想着贩卖机的事 所以都睡不着 还是会跑出独角仙吗? 我这么想着 一边用有点发抖的手按下按钮 比哥利哥斯 这次从取物口拿出来的是 数学练习本 我的脑袋里就像有个平底锅 项头还有奶油正渐渐的融化 妈 你猜这次掉出来是什么东西? 数学练习本耶 真让人想不通 妈妈正忙着折衣服 我在他旁边躺下来 啪啦啪啦翻折数学练习本 哎呀 很简单嘛 最近你的数学考试 不是只考30分吗? 所以贩卖机掉出来的 是对现在顺平来说 最需要的东西啊 哦? 对现在的我来说 很需要东西? 哦! 原来如此 那台翻卖机知道我的数学很逊 所以掉出练习本 让我多练习 那独角仙呢? 啊哈! 我知道了 最近我的朋友们很流行逗昆虫 大家都带独角仙或敲行虫来互相打架 只有我没半只昆虫 所以很闷 心情不太好 那台翻卖机上写的你的朋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谜团一下子被解开了 我的心里就像把拼图的最后一块拼好似的 觉得很舒服 很畅快 你偶尔也该整理一下房间吧 几天后 正在房间看漫画的我 被妈妈打的雷给劈到了 我本来想等漫画看完再整理嘛 可是被你一念就没心情了 我喃喃自语的抱怨 别在那边找理由 这次妈妈打的雷更吓人了 这种时候就需要贩卖机了 这一阵子到贩卖机那儿 成了一件很令人期待的事 比起每个礼拜一定要看卡通和吃最爱的鲍冰 都还让我感到兴奋 比哥利哥瑟 从取物口掉出来的是一条蘑菇 过了一会儿 贩卖机又发出了声音 比哥利哥瑟 这次是巧克力 掉出蘑菇我还能理解 但是巧克力 妈 贩卖机不知道为什么掉出巧克力来 我还没讲完 妈妈就记得说 啊 看起来好好吃哦 可以送给我吗 接着 拿走巧克力 跑进了厨房 我知道了 贩卖机连妈妈最爱的巧克力都准备给我 好让妈妈开心一下 哇 这台贩卖机还真逗呢 体育课考试的前一天 我从贩卖机拿到的是跳绳 很不擅长跳绳的我 用了这条跳绳后 竟然可以轻松的连环跳 顺平很厉害嘛 班上的同学都吓了一大跳 有一次我从公园回家时 觉得很热很渴 按了按钮后 就掉出果汁 从贩卖机掉出果汁 本来是很平常的事 我却吓了一跳 然后忍不住笑了 这台贩卖机太酷了 有了它 什么事都办得到 顺平 你最近很奇怪耶 找你去玩你都不跟我们去 学校一放学 就急急忙忙的跑回家 班上和我最好好的同学 职人问我 我本来打算把贩卖机 当成只有我知道的秘密 所以不想跟任何人说 然而现在却被职人发现了 一开始我故意装傻 但因为职人问个不停 我只好把事情说了出来 我发现一台魔法贩卖机 想要什么 那个东西就会掉出来 骗人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贩卖机 职人一点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本来不想讲 但是他一副很怀疑的样子 我也火了 哼 真是的 我气得转过声道 事情变成这样也没有办法了 放学后 我带着职人到贩卖机那儿去 还真的有点奇怪 职人一边把贩卖机从上 从下看到上 一边说着 他要是按了按钮 一定会更惊讶呢 我按了按钮 掉下来的是最新的游戏机 职人看了羡慕的不得了 酷毕了 我也来按看看 比克里哥色 职人拿到的是明天才会上市的漫画杂志 这下职人总算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哇 好像做梦哦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酷的贩卖机 职人简直热坏了 拼命赞美着贩卖机 虽然职人赞美的不是我 可是我也觉得很开心 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我回家时 妈妈正要出门去买晚餐需要的材料 职人拿到漫画杂志 我拿到一直想要的游戏机耶 游戏机 连游戏机也会跑出来 我不是跟你讲好 要是下次考数学考试考80分 我就会买给你吗 妈妈也看到游戏机 就把菜篮重重的放在桌上 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 要是我一直待在客厅 游戏机可能会被没收 所以连忙跑进自己的房间里 回到房间 我满脑子都是贩卖机 明天可以拿到什么呢 我想要新的棒球手套 不过汽车模型也很酷 没办法 光想着贩卖机就让人觉得很开心 然而第二天 贩卖机突然不见了 我想可能是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四处都找遍了 就是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第三天 第四天 贩卖机都没有出现在原来的地方 什么嘛 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就像重要的朋友离开我 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我的心里充满了悲伤和懊恼 贩卖机消失了一个礼拜后 妈妈把我叫过去 嗯 那台自动贩卖机呀 妈妈一开口 我吓了一跳 妈妈好像知道些什么 我差点把嘴里的烤丸子都吞了下去 我想差不多是时候了 顺平也该从贩卖机那儿毕业了 总不能一直依赖着贩卖机吧 当我一边这么想着 一边走过那台自动贩卖机 你按了按钮吗 我大喊着 声音大的把自己都下来一大条 嗯 结果贩卖机就闪闪发光 像彩虹一样 咻的飞往空中 然后消失了 你干嘛要这样想啦 我不想被妈妈看到我哭 所以急忙跑进自己的房间 贩卖机变成妈妈的朋友 还把自己变不见了 有了贩卖机 我每天都好期待 好兴奋 这种心情是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 它让我就像交了新朋友一样的开心 妈妈怎么可以这样 妈妈真过分 随便就叫贩卖机变不见 这一天傍晚 就像要洗去我的坏心情一样 下了一场超级大雷雨 之后天空中出现一道大大的七色彩虹 彩虹在天空的那一端闪闪发光 我想起了第一次发现贩卖机的情景 贩卖机也是七彩颜色的 贩卖机要是一直在那儿 我就会一直依赖他 这样我说不定会变成什么都不会 很逊很逊的大人 贩卖机搞不好就是不希望这样 才会变成妈妈的朋友 站在妈妈那边 你的朋友 到最后 他还一直是我的朋友呀 今天的故事 魔法自动贩卖机 就说到这里咯 作者是山田之子 惠者是伊东玫瑰 意者是周瑶萍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帮我们按赞 并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 拜不